生存也为难的,讲究的革新是怎么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而且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需要革新有变。 然而,你们如何才能确保革新来来的结果是发展进度,不是倒退落后呢? 一听中的格寡,就是如何阐释革新知道的呢? 台湾是反大学生是想教授,将严议我们一起感悟,第一次的智慧。 革新的温度,独凭之道。 序话说,革道不可不得。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革,大家常常去用它。 那用的人,大部分都是很守恢处的。 可是难免有些人呢,他就有意无意的,不乱丢东西。 就算每个人都会被自己的,不乱丢东西,它里面呢,久而久之,它也会有些变动。 一段时间,你就要把这个剪了,整理整理。 所以任何东西,你不可能说,我这次用完以后,我就百年不动它。 不可能。 一定要有些调整,因此呢,它后面就受不一格。 这个格挂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东西用久了,当你事情演变越来越差的时候,那你就要够信。 格,它是要太旧换新的。 把旧的,旧的不好的部分,把它去掉,而不是说,凡是旧的都应该去掉,我想介意,差得很远。 新的,可以取代旧的,但是新的,一定要保证比旧的更好。 这样才付出,格的要求。 其实就我们个人来讲。 你去换,换得好,换得坏,其实没有太大的伤害。 你看,这件衣服不好看?我换一件。 鞋子穿破了,换一个新的。 房子老旧了,不够用了。 房价,这些也就是格。 那错了怎么办 说得有什么了解呢 就是损失一些物资 损失一些金钱 浪费一些时间 还有心里头 别不愉快 不可以的 但是 如果国家的政治 他要革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听起来都叫人开发的 就叫做革命 那是官复国外民命 我们把它叫做非常之举 听清楚 个人只不过各金钱的命 政治 他可是要各老百姓的命 其实也不完全是老百姓 政府官员的命 照格不入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 叫做利不百 不变法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我们历代的变化 差不多都是失败的 就是因为 他会把格局搞清楚 净水需要不转轻质 才能保持清静 社会也同样需要不转改革 才能进步 然而纵观历史 并不是所有的改革 都能受到人民的信任和响应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人们不需要把社会进步吗 究竟什么样的改革 还能凝多明星呢 革华 革卦 他的卦词是这么写的 四日乃福 圆分力争 贵亡 四日你可以把它解释说 可以改革的 时机到了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 实际成熟 人性思变 大家都非常欢迎的时候 你来责任 买福就可以获得人民的奖印跟信仰 但是这种说法 是太简单了 你看历史上 大概很难出现这样的状况 老讲革命了 他一定要先破坏 然后才建设 你没有看到建设的成果 只会轻易的相信你 他只看着你破坏 而且 使他的这个灵异 受到很大的伤伤 他怎么会支持你 他怎么会响应 所以我们有很多人 很期待这种保守派 你是保皇党 你不求新求变 你主爱革命 其实 我们将近平行 如果你是既得利益者 如果你在旧社会 你有很大的权势 你享受了很多特权 你会觉得革命是好吗 这真正的意思 应该是说革命这种事情 只有当你快要成功 或者已经成功 大家明明看到你的成果不错了 然后才慢慢的相信你 这个是比较实际的说法 因此这个缘和力真 变成一个必要的条件 就是你的成果 慢慢获得大家的认禁 你能够给我们 在破坏之后 带来大通 大逆 大正 那我们就永不灵 所以后面才有一个毁亡 毁亡的意思就是 本来是有毁的 后来慢慢消失掉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一乱 他就觉得 又来了 又来了 他有点毁亏 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呢 可是后来 感觉到成果不错 所以他人民 原有那些怨气 那些毁亏 那就很怪 就消失掉了 我们来看算算 隔 水 火 香 锡 这个锡 在这里最好加上一个火之盘 因为隔壳的情况很特殊 你看它上面是对壳 下面是铃壳 对就是泽 泽里面有水 铃就是火 这个水跟火的关系是很奥妙的 大家先看大象传 因为那四个字就是 它是核心 它说 折冬 有火 它没有说折下有火 请问各位 真的 朝折底下有火 你看到这样子 那个火很快就被它整个吃灭掉了 那就隔不起来了 所以大象传很巧妙的告诉我们 泽中有火 这才厉害 你看那个火啊 本来跟水是不相容的 水火不相容的 可是它火居然有办法在 泽当中在那里烧 这就厉害了 你水 想把我火灭掉 我火呢 想把你水 烘干掉 我慢慢来啊 我的热度 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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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肯定是你泽不见了 不是我火不见了 首先隔是非常激烈的 二女同居 其次不相隔 我们看整个的隔卦 上卦是对 它有两个羊 一个婴 所以它是婴卦 代表女性 下卦是驴 也是婴卦 两个女性 同居在一个屋子里面 这不是姐妹吗 但是 这个姐妹啊 她好像没有什么亲情 老师我看你不声音 你看我不声音 那这个叫做完全没有共识 其字不相得 那怎么办呢 你死我活 我会把你动划不可 就叫革 革 革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消除我的恋恨 那我恋恨的对象就是你嘛 所以我要消除我的恋恨 我就把你干掉了 我想这样讲 大家都很清楚 为什么斗争那么激烈 它是有原因的 四日乃福 为什么说四日乃福呢 隔而信也 我这次革命 我是大功名师的 我是真正为老不信的 我是为未来共同的幸福的 没有我私人的意图在里面 可是这种事情呀 你没有真正用成果表现出来 大家不是将健将于 一定要等到 你革命成功呢 成果展现了 咔啥输输成 wisdom 喔原来是真的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 已经把这个设计清楚了 神浪为王 拜祭为寇 其他不要讲 文明以怨 文明就是离火 它下挂是离 就是火 就代表光明 也就是人类的文明 以乐 乐是什么 乐就是对 对挂了对 加上去金堂 就是喜悦 意思就是说 你是开创一个新的文明 但是你一定要让老百姓 能够心生喜悦 所以接着就说 大分以正 得而当 其会乃亡 革命非常有震荡性 让人家感觉到 你做对了 鬼会还慢慢的叫声 发展了 就开始接受 天地得而四十成 你看天地不搞革命 天地当然要做革命 你看夏天 春日花 春天革命一样 秋天 就是把下属择命掉 冬天出来 秋天就不灭 所以你看到这个四十的念学 所以人类是有好处 我们长期的 住在这个冷气房里面 身体就是不健康 因为它里面很温 它没有什么事实变化 你如果打开窗户 你生活在大自然的空气当中 它早晚就改变 它早晚就改变 然后你身体 接受那种冲击 你自然会产生一种抗运 你抗力 所以加强力的原因 所以 换句特别指示来 他说你要看到 春夏军冬 四十运行 你才知道 汤武革命 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他顺服天 而应付人 换段 最后一个小总结 革子是大一哉 这个革命 你要看十几词的时候 那个词 就是决定你该不该革命 决定你革命要多长 决定你革命的程度怎么样 还有的 决定你革命以后 是不是常常又闹革命 夏朝皇帝侠接荒野无道 商户路的国军 三汤抓住机会 在内政外标上 拆去了一系列 强商落下的措施 一起做好了 更下的准备 之后 三汤还以停止 向夏军进攻的方式 来试探夏季的势力 确保其他诸侯 都判为了夏季后 还一起入掉夏朝 建立了三朝 俄华认为 只有这样 顺用天使人心的革命 才能成功 那么人们如何才能掌握天使的规定呢 大象传 首先告诉我们 这不是浙下有火 是浙中有火 这个火 从底下 居然跑到上面来 这股力量是很大的 你一直想把它灭掉 没有那么容易 那坚水看到这种自然景象 他就想到 我问人事 这个怎么办 所以他就说 君子与智利 民实 意思是立法 你看我们现在农历 尽管大家表现上是不用 我们都用功力 我们都用功力 实际上 谁不用农民力 谁不用皇力 你要结婚 查查皇力 你要做什么事情 查查皇力 马加布什加 他为什么影响他的生命 就是因为 老不先相信他 皇力是什么 皇力告诉我们 在这一年 他的实力是怎么变化的 他记得是天运 而实呢 是人质 中国任何事情 他没有办法离开天人而已 我们的实 为什么上面都加上一个篇子 叫做天实 这实明明是人的 跟天什么关系 天只能有立法 人你要不要到处 他尊重你 可是你千万记住 自作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讲一讲 孔子为什么始终不能加欢迎 欢迎什么 欢迎你是反革令啊 为什么呢 因为孔子当时讲一句话 他说 如有用我者 无其为东风复 我还是入东市来效命 那你保皇上 我们要了解 孔子的核心思想 几千年来都被严重的明确的 而像孔子一定要做什么 孔子从来没有说他一定要做什么 因为他的核心思想是无可无不可 是与实际建 与实际建就是因为实的新药 就是明实 这个实该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那个实该做什么 我就说 虽然这两种是相反的 但是不明确 孔子 身当春秋 春秋是什么一个状况 就是诸佛 在那里争霸 君臣香肠 可是再怎么样 他们都要下天子 你认诸佛 我这个诸佛要起来 我一定要把周四的天子 拿到我这里来 只要透过他 我才可以号令所有的诸佛 凭我是不够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叫孔子帮助哪个诸佛 去推翻周四 在当时来讲 都是霸你不高 孔子怎么跟着这种事情 可是大家在看到同样是儒家 到了孟子就不一样了 孟子就说革命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周四已经没有这个控制力了 哪一个诸佛起来的时候 根本就不把周四天子放在眼里 那在这种大环境里面 孟子就看到了一个人 叫做齐宣王 你来崇拜 你来在地宗师 因为天下总要一统 你这样大家争霸 怎么乱纷纷呢 那怎么行呢 同样是儒家 为什么我们眼中当中 我们就认为孔子是本革命 而孟子是创造革命的 这矛盾吗 没有矛盾 孔子如果再活久一点 他不那么早就过世了 他看到战口的状况 我相信 还会主张 既然周朝到这个样子 不可救的 推翻表了 那个时机不同 你就要做不同的选择 而不是说要跟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人都很出发 要不一样 什么叫要不一样 这个时候合适就要 那么什么不合适 当然就要 古人根据律法来判断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可心 也要依据天使 在不同时机 做出不同的选择 此外一天中格挂之后便是顶挂了牌序 此在提醒人们 可心要适合而知 虽然是那么回事 现代社会中 可心者又该如何胜有变革 来为百姓谋服力呢 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 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真正 百分之百统一过 你要求那么多个人 我们都是统一到差不多 我们就按下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 格挂之后是顶挂的原因 因为你要迫害人 迫害就很麻烦的 你迫害就差不多了 赶快要建设 建设就是顶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讲 差不多差不多 就讲十可而止 差不多就是十可而止 格也是要赐可而止 然后接下来 叫做算顶挂 秦始皇把六国灭掉 一通天下 当然是好事 可是他又制造了一个 后患无穷的 等下我们从秦朝以后 我们就是快速的 当然其实是很满场的 慢慢来 但是我们整个看起来 好像是快速的 叫什么 改朝犯贷 所以为什么格挂它很重要 就是你要看到后面的问题 是怎么样 而不是看当时而已 秦呢 它是中央集权的 全部是国家的 你们都没分 那全部都你家 那别人自然不服啊 就把你家拉下来 所以就改朝犯贷 所以就改朝犯贷 改朝犯贷 所以中山先生才说 这样不行 老是改朝犯贷 那我要搞到什么时候 所以就下决定 把皇帝老子拉下来 改朝犯贷 太过贫乏 准备了 准备的是谁 哪不行 水火是不相当的 可是老白天呢 它偏偏就活在水生活的之中 可是我们对这个水火啊 还是不够凑准的 还是不会善用的 所以不要小看说 格挂 格或格 它就是去不远 它就是 它就换心 那它就是怎么样 这种主教的独死服务 你真正要去了解 每次格 当你替人类 带来多长好处 可是人能不格吗 不行 那怎么行 人做错了 就要改变 改变也是得 所以得有大小 小是 你反正比较容易 看得到它的结果怎么样 你就比较放心去做 所以老白天 它只能做小小的改变 你要靠它做大的改变 那是不可能 你看政府有些政策 我们现在一直反对 一直骂 为什么 你看不懂 你要等到十年二十年才 就在 哎呀 当初这样真好啊 政府 看十年二十年以后 老不信 看零天了 你现在增加税收 我就叫个零天了 你现在随定增加 我就骂你了 那人家怎么做事 尤其现在更妙的说什么 说你要透明化 我不晓得什么叫透明化 你跟老百姓讲 现在的账价 是因为我们收入多了 那它部价 会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的去债 这是很自然的 它会相信吗 没人就相信嘛 不是政府无人才会这样子 我们心里面长那么多 与物价长那么高 对不对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想到有一句话 说当家三年 狗也行 你这个家里面养的一条狗 只要你当家三年 狗看着你都不是眼 你养当什么家 我连赤都吃不到 这些都是从德国 带来的很好的这些起码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放弃 该格还想得 那我们就要顺天赢人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从六个崖去看看 如何才能够顺天赢人 在中国历史上 所运行的无数的国心 与变化事件中 又获得成功 最终复建社会榜战的 同时也有半处而废 甚至在萌芽时期 就早早夭折的 那么如何才能 避免改革 昙花一现呢